是的 我国疫情趋向稳定 使得今年的土腰节庆典也在疫情常态下显得欢腾喜庆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就强调 这是全国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得来的成果 但也警惕国人千万不要松懈 一旦让病毒有机可乘 疫情将会继续限制人民的自由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昨晚在首都旅游中心出席土腰节门户开放活动 至此时指出 正因为全国疫苗接种计划成功 加上各方呼应并肩作战 我国才能重开经济领域 让国人享受久违的社交活动 共同迎接节日庆典 尤其当政府在上个月11号解除跨州禁令后 许多同胞回乡团聚 使得今年的土腰节格外热闹 不过首相也提醒人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以斯麦也呼吁国人 培养大满一家人的精神 各族之间团结互助 共同守护国家发展繁荣与和谐 首相也强调 政府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1亿4500万令吉强化应易社区的经济活动 同时也拨款5000万令吉维修和发展各地区的宗教场所 体现政府关怀各族同胞 捍卫福利的决心